另外花莲市公所办理廉政宣导 邀请花莲地方检察署检察官陈宗贤 透过判断区别与案例分析 让公所同仁了解图例与辩明的区别 同时因应九合一选举在即 陈宗贤也多个实力来呼吁大家来反汇选 这场廉政座谈在花莲市公所三楼简报室举行 市长维嘉权协同了正风市主任谢文颖出席 市公所各科室也派员到场聆听 市长感谢陈检察官分享专业领域尝试 让公所同仁在刑事座位上要具备连结知识 杜绝不正当的利益诱惑 贯彻依法行政的原则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正风市 特别邀请到花莲地检署检察官陈宗贤检察官 来到花莲市公所来做相关的一个 图例辩明与反汇选的一个课程宣导 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公务机关 那常常因为同仁们不了解法令上面的结构 还有何为公务人员执行公务方面 必须要小心的一些事项跟注意的事项 那误触法令造成的 在图例辩明的界限上没有拿捏的好 造成图例的状况 甚至有其他违法的事项 那经由我们检察官的课程 让更多的同仁们可以变成我们总子的一个老师 未来可以在不论是在哪一个单位 都可以提醒我们身边的同仁们 小心谨慎地处理每一件事物 那再来反汇选的部分 那我们选举11月26号将要到 那其实在反汇选的部分 也是提醒所有的我们公所的同仁们 都能够有相关的一个法律上面的概念 让更多的同仁们在反汇选的部分 也能够寄一份心理 陈忠贤检察官先让大家了解公务员的定义 以及图例和辩明的区分 同时因应九合一选举到来 陈检察官也加强选务相关法律的宣讲 更希望大家能够广为宣导反汇选 让民主的荣耀不要被金权轻易收买 这里会欢迎时报道